滚法 以第五长指关节背面吸定 用手背进尺侧部分 在瘦术部位做来回滚动的手法 称为滚法 滚法的创始人是丁继峰先生 滚法是滚法推拿流派的代表性手法 出学滚法时 为避免用力不当和肌肉过度紧张 而形成错误动作 可采取右手完全放松不用力 用左手捏住右手手腕 用反复前推后拉的方法 带动右手的肘腕关节的屈伸 而形成滚法运动 在滚法的动作基本正确后 再慢慢撤掉左手 做单手的滚法训练 滚法推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关节被动运动 在滚法的形态正确 操作熟练后 还应该在做滚法操作时 同步配合人体相应部位的 关节被动运动 如滚向肩部时 可配合颈椎的前驱后身 左右侧驱和水平旋转 被动运动 在滚法的形态正确和水平旋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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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束者比较弱小 而又需要加大施束压力时 可在一手做滚法操作的同时 另一手握住该手的腕部加压 称为加压滚法 直骨肩关节滚法 是医指禅推拿流派的辅助手法 束者以主关节为支点 前臂做主动摆动 带动万关节的身躯运动 使直骨肩关节背面 在瘦束部位上做连续的来回滚动 有些特殊部位或书穴 可以用一到两个手指骨节来滚 直骨肩关节滚法 主要适用于头顶部、向部和腹部 直骨肩关节滚法也可以双手操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